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有没有发现当季节在交换的时候 你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甚至会发炎 甚至会感冒 而且不容易恢复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天地六气 风寒暑湿灶火 这六气在天地季节的转换的时候 身体元气虚弱的人 就会导致很多不舒服的感觉 严重的人甚至就会感冒 或者是肺发炎 过敏的症状全部出来 关节会酸痛 如果你的抵抗力非常弱的时候 会有各种的慢性病发生 中医说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所以今天彦宽老师要教大家 来提升自己的内气 最重要要先来去斜气 两脚张开与肩同宽 身体各部关节放松 我们再一次运用颤掌 来调动自己的内气 膝盖弯曲 手从前方做一个颤掌 慢慢地升起 脚跟要抬起来 从两侧落的时候 脚跟要落下 颤掌 起 那么接着 我要带着大家速度略为快一点 起身 从两侧落 从前方颤掌 颤掌 从两侧落 颤掌 身体跟着起 手伸高 两侧落 颤掌要持续 透过调动 手三阴经 三阳经 将我们的正气提升 将身体的 影响我们不好的邪气 排出 非常好 落 两脚合并 手握拳